我不懂 你為什麼一定要選在這個時候 跟靜晨告白 是因為覺得 關很委屈的威脅嗎 是因為我想回應 靜晨這五年來的心意 雖然我也知道 他會拒絕我 那你的告白是真心的還是 你猜嗎 好了嗎 謝謝 拜拜 好香 學長 你看 你買這麼多口味 你吃得完嗎 你的夢想 不是開麵包店嗎 金夢想 你在這邊 我在那邊 我們各自努力 怎麼了 我們好像真的要說再見了 我 沒有什麼好難過的 雖然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但一樣走在夢想的路上 你一點都不會孤單 好 沒事 就讓我們保留這 永久美好的回憶吧 媽想湊合我跟蕙宇全 被爸唸了一下 把他唸那說 不要老是把女人往男人那邊推 結婚不一定好 結果 爸就被媽推出房間了 我覺得你也不要怪媽 你也知道他就特別欣賞這種 長得好 有穩定工作 又認真的男人 而且他現在知道 他是這個孩子的爸 簡直就是幫他裝得超級 他不努力的推動才怪 奇怪了 明明妳那邊就有兩個 顏值高 工作穩定 又認真的男人 等妳選擇 為什麼不把注意放在妳身上 姐 妳到底有沒有姐妹情 管了 頭痛 我要去復免了 妳去跟媽聊一下 叫她放過我 拜託 妳還好嗎 我聽姐說爸惹妳生氣 對 我很生氣 我只是希望 我的女兒們都幸福 你爸把我說的好像是那種 會把女兒推進火坑的浩摩 我知道進分之前 因為在感情上受了傷 所以就不再相信愛情了 但是我也真的很怕她 因此就錯過了 可以陪伴她一輩子的人 所以 妳覺得宇全可以是那個人 妳姐這麼霸道 可是宇全她一句怨言都沒有 完全配合 我相信只要時間久了 靜芬就會發現 不管她再怎麼發脾氣 碰到宇全這種高情商的人 她都沒轍 最後她一定會選擇 舉雙手投降 接受宇全的好 可是就我所知 宇全追女朋友的經驗不多 妳確定她想得到嗎 是喔 宇全確實是沒有很偉活潑 看起來也很拘謹 這點可能比較不討 女孩子喜歡 不行 我們得幫她 又怎麼幫 把宇全的聯絡方式給我 妳要幹嘛 給我就對了 快點 等很久嗎 沒有 我也剛剛聽到車 我的車重保養 然後又叫不到車 你突然出來找我 時機剛剛好 在這麼熱的夏天 你簡直就是我的英雄 好 來看你接下來要去哪裡 我載你去 我回梁家 謝謝志祺大哥 沒有問題 請跟我來 你怎麼會突然來找我 我跟妳去 妳提出的條件我都看過了 非常公平 我沒有任何意見 你已經簽名了 會不會答應得太快 不會 妳單讓我一起扶養孩子 我就心滿意足了 誰要的條件都不重要 妳開心也才重要 小子 知道妳用好說話 我就應該多加幾條 不平等的條約 真是太失散 妳跟妳隨時更新協議書的內容 我盡力配合 我還有一些東西要給妳 歡迎初期我想要吃酸的東西 但面前不太好 所以我準備這個天然果乾 妳嘴嚓的時候可以吃 然後想吐的時候 記得要少量多餐 如果你身邊沒有東西吃的話 可以吃這個酸辣餅乾 然後還有 妳可以吃這個核桃補充Omega3 這可以防止太過敏 不過不要吃太多 這熱量有點高 還有 這就是 妳還準備那麼多 妳以為在普度 哪吃得完 妳喝了都準備了 妳那是什麼 水 因為孕婦比較容易便秘 要多喝一點水 便秘 對 妳開始便秘了呢 有人這樣直接問女生的嗎 我需要瞭解妳的身體狀況 才能做出應對 女生是萬年不變的胃與泉 真是面面俱到 然後是 沒了 就這樣 什麼啦 我看 黏脂內褲 為什麼 我就看 報告上面寫說孕婦 比較容易漏尿 我想說準備這個 以備不時秩序 總是妳 不要憋尿 上廁所很重要 要暗示尿尿 蕙玄 你這麼認真講這些尷尬的話 真的很好笑 我是怎麼了 幹嘛那麼沒有怎麼樣 你不是真的很好笑嗎 不好笑 你這麼認真講那個話 那我今天就要給妳討個恩情 恩情 我要妳報恩 今天晚上是誰跟妳有緣 競分 都不是 是梁媽媽 梁媽媽 妳試試看味道如何 所以現在是有機會了 妳會跟她結婚嗎 週末的時候去逛逛 我們一家三口一起結婚 一家三口 對 妳 我還有我們的孩子 我們一家人 一起出門走一走 接下來要請君入夢 喜歡我送的驚喜 妳真的滿熱情 競爭 妳這個朋友沒有白嫁 這是為妳跳動的心 妳就像這些花火一樣 點亮了我的世界 每天開始 5月4日 這位 我們幫你 找個經主 含 我們 這位 在 真的